虽然修赛季还没有结束,但每只球队补强基本上都完成了,剩下的都是小修小补,赛前球员也花不了大价钱,因为各队的薪资空间也已经没有多少了,这样下赛季的薪资排名前10球员,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下来了,想比过去一赛季有不小的改变。 其中最明显的是保罗,因为保罗在金下和火箭签下了4年1.6亿美金的合同,平均年限4000万,而赛下赛季是保罗新合同的第一年,薪水是3565万美金,虽然没有4000万,但这足以让保罗完成密集。 他在过去一个赛季年薪为2427万,排名第17名,而下赛季保罗的合同金额排在第二,仅此于第一的库里2746万美金,只让保罗在下赛季成为年薪最高的火箭球员。 连哈登都不如他,因为哈登下赛季只有3000万出头,赛排好榜中,刚好排在第10,不过再过两年,哈登的年薪就会暴涨。 20年后,哈登每年都能够拿到超过4000万以上年薪,不仅反超保罗,而且超过库里成为第一。 不过这是两年后的事情了,而今下加蒙古人的詹姆斯,因为是跳出合同的原因,使得他不能签下最大的合同,所以他下赛季的合同才3564万美金。 即使未来詹姆斯也只有合同的最后一年才有4000万以上的年薪,而那时候的保罗已经有4400万的年薪了。 不过詹姆斯现在赚钱都不是靠工资,落沙,基德商机能让詹姆斯赚了更多的美金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下赛季薪水排在第16名的是波什,他在去年已经被热货裁掉了,但依然有接近2700万的年薪,是真正的百里钱了。 你觉得两年后,联盟谁有能力拿到4000万的顶薪?